都会在潮州即将会推动 屏东县政府109年开始 陆续在潮州规划 新建联合办公大楼 潮州棒球场 地体停车场等重大工程 尤其潮州也是培育 溜兵运动国手重镇 台湾首座国际级溜兵场 将在年底完工 总计争取投入超过13亿经费 期望借此达到区域均衡发展 民众也有所期待 除了在铁路、公路 跟相关的交通建设之外 那么屏东县政府也一直努力 期待让潮州成为屏东县 在这边一个重要的行政中心 因为外面服务 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任务 潮州是屏东第二大都会区 有超过2700位族人定居在此 尤其假日街上车满为患 连机车组停车都难找车位 当地民众都认为有改善的必要 毕竟是周末或者是放长假的时候 其实很多观光客都会来潮州 因为也是蛮有名的一些小吃或是之类的 然后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常看到 就是整个路上都塞满了车 然后甚至是可能也会影响到 我们骑摩托车的人 已经发包新建中即将在103年完工 那么未来也能够提供 镇中心的一个停车的服务 那么另外焦旅处呢 也在潮州镇会推动我们所谓的公共单车的2.0的一个提升计划 随着这些重大基础建设完工启用 以及超好玩幸福村等共荣游戏场加入 将带动当地观光油气元素更丰富多元 居民期待这些改变不只带来商机 也能满足生活便利的需求 原新闻巴浪 屏东市潮州 尝诺不到